南洋女儿情圣母榜一大姐,非秀和莫属 为了给老公娶小老婆,一个人打三份工 就图小老婆生了孩子,将来给她养老 说好听了是传统,说难听了是脑回路清奇 秀和结局是什么?是不是炮灰了? 南洋女儿情,秀和结局入了戏曲圈 以方唱抱我登台,继续当圣母没有前途 谭小姐师姐领进门,兑现承诺,让秀和脱胎换骨 并不是全然无私 秀和个人修行有待加强,不管到了什么境地 都怨不得他人 性格决定命运,选择决定人生,并不是没有道理 前情提要一下,秀和飘洋过海,到南洋做苦工 公公婆婆,以及老公,既要秀和当赚钱工具 又要秀和当生育工具 秀和远隔重洋,第二重利用价值暂时指不上 为了两全其美,婆家想得挺好 给秀和老公讨个小老婆,钱秀和来出 空手套白狼都没这么套的 可秀和偏偏被洗了脑,很有上进心的 一人打三份工去了,就指着小老婆生的仔 以后能大发善心给他养老 咱就是说,有着吃苦耐劳的劲儿,直接存钱养老 跳过中间商赚差价,她是不香吗? 老天关上秀和逻辑的大门,为了多给他点戏份 给了他一副好嗓子 过气凝脚谈小姐,收了秀和当师妹 是又给钱,又画大饼 虽然有小算盘,但是饼没白画 真就让秀和脱胎晃骨,多了梨原味 用现代思维来说,秀和这就是带心学艺 还不用上睡 看看这大红蜡烛,再看看秀和和谭小姐一人一支香 正败的起劲,这可不是在拜堂 而是在拜祖师爷,行正式的入门仪式 日后,谭小姐真把秀和捧成脚了 既可以打压另一个师妹白玉娇 出一口怨气,又可以借着秀和的风头 再风光一把,本来是个双赢局面 就怕秀和天性难改,一手好牌也能打烂 之前,就有底层女工,劝阻秀和不要做傻事 拼命赚钱给老公讨小老婆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秀和一旦打定主意,说什么都不好使 谁不许她圣母心泛滥,她就和谁谈崩 虽然但是,看着她跟着谭小姐似乎过得挺好 女工们也稍稍放了点心 然而,谭小姐阶级意识强 嫌弃秀和之前的姐妹丢人 不允许秀和同她们来往 秀和很容易就被说服了 离真正关心她的人越来越远 离圆圈相当于现在的娱乐圈 那年头三教九流也比较复杂 秀和没有蹊跷玲珑心 又好拿捏 前途真的堪忧 红不红最后的结局都没差